等到排便习惯改变才警觉,大肠癌恐已第二期 大肠癌真的是吃肉太多引起,还有哪些危险因子,该怎么预防于早期发现 其实,大肠癌初期症状不明显,通常出现排便习惯改变,贫血,腹痛等症状时 至少已是第二期,想要早期发现,仍应靠粪便前血及大肠镜检查 目前可归因的大肠癌危险因子,除了饮食习惯与居住环境,老化,还包括家族史 也就是若家族直系血清有大肠癌,发生几率会比一般人高 另外则是自己的疾病史,比如是否有大肠膝肉,患有发炎性肠道疾病 或是曾因大肠癌开刀,剩下来的肠子有较高风险再度发生新的大肠癌 然而,这些危险因子只能解释5%到6%大肠癌 绝大多数大肠癌原因仍不明 吃素是不是就不会罹患大肠癌? 不是,吃素者虽然风险可能比吃肉者低一些,仍然有可能罹患大肠癌 常常便秘或是排便习惯不规律的人,比较容易罹患大肠癌吗? 便秘或拉肚子,如果已经形成某种习惯,不等于大肠癌警讯 要注意的是若这种排便习惯,在没有吃药等外力介入下,产生不明原因的改变,就必须提高警觉 若本身为高危险族群,比如有家族史,吸肉等 建议45岁以后至少直接先做一次大肠镜检查,且要定期追踪 急,急ощ 急,急、急,急,急 不知老经 ,优优ento 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